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都帅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力乐有情 生如大地掌养善法功德 供养生宝功德殊胜难粮 慈敏众生 常诗 焉供 妖供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人都有身体 有身体就会生病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 所以生命天使来提出来 大家多放生多吃素 更重要的 我们去护持全世界在修行的出家人 特别在贫穷偏远的地区 那佛说说 这个是长寿无病更好的方法 进一步呢 我们也做药师烟供 不施药给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也可以让我们长寿无病 所以愿大家除了多运动 吃素放生 多供养出家人医药 多做药师烟供 帮助那些孤魂野鬼 愿大家都健康 阿弥陀佛 中华护生协会 与您一起 关心生命 慈爱众生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三个小伙子 在垂直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昌家里养了一头健壮的牛 平时他全靠这头牛耕地拉车来赚钱维持生计 阿昌家的牛力气可真大 是啊 阿昌 我看我们村里也只有你家的牛能挣得了隔壁村王老板那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什么五千块钱呀? 诶?这么大的消息你不知道吗? 隔壁村王老板的五亩地准备要耕种 不过他家的田地农用车进不去 所以只能用牛来耕种 而且他的要求是 用一头牛花一天的时间将五亩地耕完 对呀 虽然王老板出价五千 但谁敢保证自家的牛能在一天内耕完五亩地呢? 花五千块钱雇一头牛来耕五亩地? 这王老板究竟是怎么想的呀? 我听说他是和镇里的几位老板打赌 所以才这么做的 管他是为了什么? 一天能赚五千块钱的工作上哪找啊? 是啊 是啊 阿昌 我看你家的牛干得了醉活 一天更五亩地? 你们想把我家的牛累死啊? 这钱赚不得呀 嗯 走了 大牛 干完活 我们该回家了 大牛 干了一天活了 赶快吃点草 休息一下吧 老公 你总算回来了 刚才阿磊说他出了车祸 正在医院治疗 急需一大笔钱呢 啊 怎么会这样 我打电话给他 喂 阿磊 你现在怎么样了? 好 我知道了 你放心 医药费的事就交给我吧 嗨 没什么 谁叫我是你哥呢 嗯 好了 我先挂了 你安心养伤吧 老公 听阿磊的意思 好像需要不少钱啊 我们要去哪儿筹钱呢? 不管怎样 我们一定得帮他 可是我们家哪儿拿得出那么多钱啊? 看来明天我得去一趟隔壁村了 隔壁村? 是啊 隔壁村有位王老板出五千块钱 一天之内要帮他耕完五亩地 一天内耕完五亩地 这也太难了吧 是有点困难 不过为了阿磊 明天我得带着大牛去试一试 大牛啊 明天你得帮我个忙了 一天耕完五亩地你能办到吗? 大牛 明天就全靠你了 我知道一天之内要做那么多活 太难为你了 不过我弟弟正等着钱救命呢 我现在也只能靠你了 第二天 阿昌便带着牛来到了隔壁村庄 大牛这天刚起田来 格外卖力 一天的时间内 他便跟完了五亩地 钱虽然赚到了 但是大牛却累倒了 大牛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来 吃点鲜嫩的牧草 补充一下体力吧 看来他真的是累坏了 还是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 嗯 大牛这次 真的是帮了个大忙 我们以后得更加好好对待他 是啊 我们要对他更好一些才行 从那天起 阿昌夫妻俩对这头牛格外的照顾 而大牛也为阿昌家 辛苦卖命工作了许多年 阿昌啊 你家的这头老牛还干得动活吗 家里的田还是得种啊 虽然它老了 但总比我们人有力气不是吗 我看你还是把它卖掉 然后再买头年轻的牛吧 这种老牛谁会买呀 怎么会没人买 有很多人来村子里收购老牛嘛 只不过价格比较低罢了 你说的那些人啊 都是买了之后 将牛送到屠宰场的 我怎么能把大牛卖给他们呢 那你是怎么想的 难不成你要一直养着他 直到他老死 对啊 我就是这样打算的 等他老死后 我会将他好好埋葬 也不枉他帮我出了一辈子的力 可是那样的话 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我看还不如趁现在 他还能卖点钱赶快把他给卖了 是啊 要不然再过两年 他老的除了吃草 啥都不能做 那就更划不来了 我说了 我是不会卖他的 我愿意给他养老送中 转眼间 大牛的年纪越来越大 他已经没办法再工作了 每天只能在牛棚里吃着草料 唉 老公 大牛已经没法下田了 马上就要撑羹 我们得买一头新牛了 我们现在手头上的钱 根本不够买头牛啊 要不我们先跟阿蕾借一下 阿蕾他老婆就快要生小孩了 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我怎么好意思开口跟他借呀 哥 找我借什么呢 阿蕾 你怎么来了呀 我今天跟着老板来这里收牲口 路过你家怎么能不进来呢 唉 对了 刚才你说要找我借什么 阿蕾 你也看到了 我们家的牛老了 不能干活了 所以我和你哥 想跟你借点钱 再买一头牛 哥 你不用跟我借呀 直接将这头老牛 卖给我老板 不就有钱了吗 何必借呢 你放心 他给你的价格绝对漂亮 但这头牛我不打算卖 不卖 为什么呀 大牛帮我们家干了十几年的活 现在因为他没用了就卖掉他 我实在有些不忍 哥 他不过是头牛罢了 耕地拉车本来就是他的命 现在他干不了活了 你还留着他干嘛呀 卖掉好了 我跟我老板说说 这头牛好歹也能卖两千块钱 老公 两千块钱呢 有了这笔钱 我们只要再加一点点钱 就又能买一头新牛了 是啊 哥 把他卖了吧 嗯 好吧 那就卖了他吧 阿诚 深知牛被卖掉后的命运 是会被宰杀 但是他却因为金钱 而没有信守自己的诺言 老公 时间不早了 我们该出门了 阿蕾不知道怎么了 儿子刚出生 应该很高兴才对 怎么听他的口气 似乎心情不太好 对啊 我也觉得奇怪 该不会是孩子 有什么毛病吧 他这么急着找我们去 我想一定有问题 我们去了就知道了 嗯 那我们快出发吧 小朋友好可爱 老婆你看 他长得好像阿蕾啊 唉 如果他没有残疾 那就更好了 你说什么 这孩子有残疾 对啊 我儿子一生下来 舌头就非常的短 医生说 以后讲话会有障碍的 啊 怎么会这样 报应 这都是报应啊 我要是早知道 会有这样的果报 哪里还会吃牛舌啊 这跟吃牛舌 有什么关系呢 阿蕾他 非常爱吃牛舌 每次老板说的 牛徒在前 他都会先把牛舌 割下来 煮着来吃 这些年来 他不知道吃了多少牛舌 结果自己的儿子 生下来就断舌 你说这不是 报应是什么呀 你们想太多了 这世上 哪有什么报应啊 不过是个巧合罢了 不 这不是巧合 这就是报应 哥 你知道吗 买下你家老牛的当天晚上啊 我便做了个奇怪的梦 梦里里头老牛对我说 当初我出车祸的时候 是他救了我 所以希望这次我也能救救他 天啊 他真的这样说吗 没错 在我的梦中 老牛的确来求我帮忙救他的 阿蕾 当初你出车祸的时候 我给你的那笔钱 的确是他拼了命赚来的 啊 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呀 我不但没有救他 反倒还把他的舌头割下来吃了 报应 报应啊 老公 我们把为我们家拼命工作 一辈子的老牛给卖了 我会也要遭受果报吧 果然 从弟弟家回来的当天晚上 阿昌便做了一个怪梦 啊 对不起 对不起 老公 怎么了 做噩梦了吗 我梦到大牛了 他对我说 你本来说 要给我养老送终的 可是却因为贪财而害死了我 我今天要来报仇 说完 他就用牛脚顶我的背 顶得我好痛啊 老公 没事的 那只是个梦 哎呀 好痛啊 我的背 怎么突然痛起来了 咦 你的背上 怎么突然长了一个好大的毒疮 难道 难道真的是大牛来报仇了 这怎么可能 不过是个毒疮罢罢了 和大牛没关系的 明天我们就去看医生 第二天 阿昌夫妻俩便去了医院 然而 这个毒疮非常顽固 让阿昌痛了 足足有半年之久 花费了两万多块钱才治愈 大牛对不起 是我失信了 对不起 希望您能原谅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